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付了30块钱 上面有12万多吧 一下子少了只有11万多 我说怎么付了30块钱 怎么一下子会少了这么多钱 我就不相信了 我是就在计算机里算了 我说怎么一下子会少这么多钱呢 因为不太了解智能手机的功能 曹女士当时没查出钱的去向 她又去了一趟银行 发现钱被打给了一个地球人 这是她儿子的微信昵称 查拉说有个地球人 我知道了地球人是她的那个 她的网民 儿子的网民 对 我的钱啊 转来到她的账户里面 账号一打开 哇 天哪 我真的是惊呆了一下子 不止五千块 在后面我一往上方 往上不是有家产吗 下面都是一万五千 五千好几次 在一万块好几次 在几百几百万也好几次 曹女士两年前给儿子买了这部华为手机 当时孩子说是学习时要查资料 后来曹女士发现 儿子的微信钱包绑定了她的银行卡 这才知道钱是怎么少的 曹女士的儿子说 她是从一年前开始向游戏中充值的 一开始的数额并不大 通过手机中的支付合计能够看出 最近四个月有九万块钱的支出 其中仅三月份就支出五万多 除去一万多元的转账 有两万零四百元冲进了一款叫火影忍者的游戏 一万一千八百元充值到了王者荣耀 QQ飞车充值两千六百元 穿越火线充值两千五百元 会员服务充值两千三百元 天天炫斗 天天酷炮分别充值了一千一百元 曹女士认为 钱是未成年的儿子背着他转走的 希望游戏公司能将充值的这几万块钱退回来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腾讯游戏公关工作人员 并提供了家长联系方式和游戏账户 对方表示会进行核查处理 1818黄金演技术报道 1818光uco 1816Wh 182 186 186 186 188 186 187 195 187 276 188 188